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错误投资的后遗症也会开始展现 为钱伤脑筋的时候有点来了 那这次的逆行会逆行到6月3号 那么之后就开始顺行了 水在金牛也会顺到6月14 所以一直到6月14之前 都是我们好好处理金钱问题的时候 请把钱当钱用好吗 再来呢就是火星冲刺中 它即将从双鱼冲到了母羊 它在双鱼的时候呢 就是导致疫情爆发的元凶 那么终于它要挥别双鱼了 礼拜三的时候 它就要进入母羊星座了 现在木星也在母羊 所以当火星周三进入之后呢 就是火能量爆炸的时候哦 火能量爆炸当然有几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当然就是 让很多事情变得很有效率 做事情又急又赶 或者是埋头苦干一头猛冲 很快就能冲出局面 对于创业来说是特别有利的 但是它的负能量也意味着 更多自以为是啦 自认为聪明啦 或者是年轻孩子们 比如说小孩子 如果要出状况出意外 也是特别容易的 因为他们信心满满的去冒险 然后可能就会出状况 所以大家也要看好自己的孩子哦 而且在这一周 火星跟木星还是入相位 能量特别特别的强 简单讲跟火 跟刀伤烫伤等等有关的事情 大家还是要特别当心的 因为意外总是在你 最有自信的时候发生 火木的合像将会发生在 这个周末5月29号 所以5月29号之前 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为宜哦 这个时候你是谨慎的 或者是你是能够忍耐冲动的 反而是利多 那这一次的火星牡羊呢 它会停留在牡羊星座 到7月5号 所以7月5号之前很多人可能就是要靠这个时候来打开所谓的局面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战争的能量哦 可能就有很多人会去叫嚣 或者是恐吓 因为有些人就是会比较自以为是 那各位也要好好的因应这些 有点暴力的能量 另外一个重要星象呢 那就是金星即将进入金牛座 这是金星的望位哦 那所以对于金牛还有天平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除此之外呢 它也让我们生活当中哦可能更想要享受它 比如说更多人会po美食啦 自己做菜的一些讯息啦 或者是跟生活类有关的产品 什么过碗瓢盆 业绩应该是蛮长红的 那大家也会有吃到好东西的机会 或者是也有减到便宜的机会哦 总而言之呢 这周我基本上还是觉得哦 那种风风火火非常赶 非常火能量 还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所以这一周 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 不要暴冲哦 我们来看对个别星座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以工作上来说 狮子处女射手跟魔截是有感应的 狮子座的朋友在工作方面呢 比较有点个形歧视哦 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这种分工合作 如果沟通得当的话 其实是好事哦 可以大家一起共创繁荣 那另外一个是处女座 处女星座的朋友在工作方面呢 你有一点想法跟别人不一样哦 不能说谁对谁错 可是你就会变成需要孤军奋战了 另一个呢是射手座 射手星座的朋友 可能跟周遭的人呢 会有互相抵触的情形哦 就是大家做事 如果没有协调好 就会功劳哦 就抵消掉了 反而会徒增烦恼 所以还是要跟大家协调一下 另外一个呢是摩羯座 摩羯星座的朋友 在工作方面如果想突破的话 点子很重要哦 不要只是埋头苦干而已 我们来看感情方面哦 那是白羊 双子巨蟹感舔邪了 白羊星座的朋友 在感情方面 你有点排斥别人哦 其实有些人的善意呢 就是表达对你的喜欢 也不一定是来进攻的 你不要那么紧张嘛 另一个呢是双子座 双子星座的朋友 在感情方面 你是有点像中央空调了 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了你的善意 那也许他们就会想比较多一点 你的桃花就来了 另一个呢是巨蟹座 巨蟹星座的朋友 可能最近周遭有很可爱的人 会跟你互动良好 那可能是年纪轻的 或者是他们很喜欢跟你撒娇 其实就是被你的能量感召了 另一个呢是天蝎座了 天蝎星座的朋友 拿出你的幽默感哦 最近你的桃花 就是靠着你的幽默感 或者是机智而得到的哦 我们来看金钱方面 那是金牛跟水瓶了 金牛星座的朋友 金钱方面你比较死脑筋哦 有些姐打不开 局面就打不开了 完全都跟你的思维有关哦 另一个呢是水瓶座 水瓶星座的朋友 最近应该有非常多赚钱的小机会 全部都不要错过哦 这样对你来说就是不小的进账 我们来看健康方面 那是天蝎跟双鱼了 天蝎星座的朋友 又是睡不好哦 的确你事情太多了 可能躺在床上自己也不能安心 真的要趁周末的时候 让自己逼自己睡一下 虽然我知道很辛苦哦 最近应该蛮多事来烦你的 而且对方是非常积极的在烦你哦 不要烦心吧 另一个呢是双鱼座啦 双鱼星座的朋友 你的健身啊或者是健康计划 最近效果卓注哦 会让大家广目相看